各位Android的粉絲們 我是高漢堂高老師 那麼我繼續來幫你解釋Android的設計模式 以及應用框架之間的這種背後的設計文道 背後的設計思想 那我們在前面的兩節說明了設計模式 那在這一節呢 我就來說明應用框架它的這個意義 那應用框架的這個名字呢 我們就叫做Application Framework 叫做這個AF或是簡稱 Framework 那應用框架之所以重要 就是因為應用框架本身就是一種代碼 就是它這是一個可以執行的 所以它的最重要的特性就在於 它是可以執行的一種架構 它是一種代碼的 代碼層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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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架構構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應用框架的一個比例 那我們就是來看看一個商店 就是說一個店家 店家有業務員來服務這個客人 那背後呢 有會計員 那背後呢 有經理 就是Manager經理等等 有經理等等來協助這個業務員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業務員跟這個Manager或會計員之間怎麼溝通 本來這個是一體的 本來這邊 這邊是店家 他來服務這個客戶 就像本來我們就是一個Program 一個System 一個系統 來服務這個User 一樣 那現在我們在系統自己內部 又劃分為兩段 那這邊就是JCO 這邊就是JCO 這邊就是JCO 這邊 這個就是所謂的JCO 就是JCO 就JCO OK 那分成兩邊 用JCO把它寸起來 所以這個就是我EIT裡頭的那個E 這個就是T 這個就是I 把它合起來 叫做EIT 其實 我的EIT的這個造型呢 現在你已經看到了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OK 所以它跟設計模式跟框架是息息相關的 好 這個客人 問他 拿了一個貨品問A務員說 這 我總共要付多少錢 這個A務員呢 就會問這個會計員說 這個結帳要多少錢 好 因為會計 他可能會考慮到稅 等等的問題 好 但是會計員呢 他又會回問 回問A務員說 你跟他打幾折 有沒有 這是很正常的 他問他說多少錢 然後 會計員回過頭來問A務員說 你跟他談的是多少折 好啦 A務員就告訴他多少折 有沒有 然後他 就可以算出來多少錢了 算出來多少錢 OK 所以這就說明了 兩邊的這種 互動的合作 所以就可以體會出 框架的理念囉 好 顧客買東西 問A務員多少錢 A務員呢 將銷售的這個產品總類 告訴會計員 請他計算總金額 含稅金等等的 但是到底打幾折呢 這是A務員跟客戶談的嗎 所以這個時候呢 會計員會問這個A務員 所以這個時候真正的計算 真正的計算工作在這裡 在會計員 所以真正的計算工作在框架 好 所以A務員呢 是屬於應用 屬於application 所以會計員就屬於框架 就屬於框架 OK 這樣就二分法囉 同樣的思維也可以設計一個簡單的 畫圖的一個框架 剛剛是談的是 一般的這個商業面的比例 那我們現在 把這個比例呢 把它對應到 是一個軟件囉 把它對應到軟件看看囉 那因為剛剛牽涉到有接口 有E 有接口 有T嘛 所以要設計一個接口 設計一個接口 好 所以我們就 從框架的角度來看囉 要設計一個接口 這個接口叫 iGraph 是一個接口 那接口呢 它是接語在兩邊嘛 沒關係 大家共用也可以 你要設計成兩個不同的 名稱的接口也可以 譬如說 這邊叫做iGraph1 這邊叫iGraph2 也可以沒關係 OK 現在我把這邊設計在一起 就是 讓iGraph裡頭包含有 Jaw這個函數 還有Pen這個函數 大家知道 在Java的這個接口的定義呢 當然這邊要加上一個 interface啦 我這邊省略掉 一個關鍵字 所以定義出一個iGraph這個接口 裡頭包含兩個函數 OK 包含兩個函數 OK 那就定義成這樣子囉 這裡有兩個函數 那這個接口呢 這邊函數就要來實現嘛 就要來實現它 所以裡頭要寫這個代碼 裡頭要寫代碼 對不對 然後呢 這邊 它 這邊也要寫代碼 因為這兩個 都是抽象的嘛 這兩個在 接口裡頭定義的 都是沒代碼的 叫做抽象函數嘛 這兩個都叫抽象函數 OK 這個 所以這兩個 這兩個抽象函數 那抽象函數呢 你這邊要去實現它嘛 實現這個接口 所以你兩個函數都要寫代碼 都寫在這裡 就在這裡 OK 好 寫完的代碼 框就要寫好了嘛 框架寫好了 這個時候你可以自己使用 也可以賣給別人 賣給別人 好 那你如果是 啊 這一個 啊 如果你要賣給別人 你可以把 source code賣給人家 也可以把 object code給人家 就看你 這個 跟客人怎麼談啊 好 如果這個客人要求 source code 而且你也同意 那就給 source code嘛 沒關係 無論你是 給 object code還是 source code 都可以的 好 那麼 這一個你給的 source code之後 然後 他才來寫 你給他一個這個類 啊 這個 class 之後 好 那麼 你就可以 他就可以來寫 circle 所以這個是先寫 要記得 framework 是 啊 啊 先寫 啊 先開發的 啊 就先寫 這個 這個 這個類呢 是屬於 app 這是 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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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先寫完了這個東西 再來 由他 所以 這個 他就call paint了喔 這一個 就來執行這個paint 好 所以首先 創建一個對象 所以來執行這個構造式 執行構造式 首先new一個graphy 這個對象 有沒有 new一個這個對象 接下來呢 new這個對象 就call他的paint callgraphy的paint 好 在這邊 callpaint call完callpaint的時候 把這個意思傳進來 所以就有p囉 所以p做就是扣回來啦 這邊又扣回來 執行到這裡 所以畫一個圓 所以真正的畫圖是他的工作 好 他只是接受他的信息 接下來new一個這邊的對象 好 他接受他的信息之後 把信息轉給他 有沒有看出來 把信息轉給他 他再往回call 叫他畫圓 好 所以很多很多人寫app 都認為app是來命令空氣框架的 其實不是 要記得 所謂 啊 應用框架 啊 就是 這一個框架是老大 啊 框架是老大 好 第一個 這個app只是接受用戶的信息 把信息轉給框架 把信息轉給框架 框架必要的時候才 扣回來 啊 才扣回來 OK 叫他畫圓 好 到底有沒有畫背景等等細節 這邊 這邊並不知道 OK 所以先了解 框架是老大 OK 好啦 在執行這個期間 框架裡頭的graphic這個類 可以負負責畫出背景 也負責叫 ap畫出前景 所以 分工上面是graphic畫背景 應用畫前景 OK 好 這個時候 你的客戶呢 啊 就設計的 啊 circle 因此就可以 啊 客戶呢 就可以進一步的寫他的main program 他叫new一個circle 在c pane的這樣就可以啦 因為new circle 他就會來執行這邊的構造函數 所以就會new graphic 所以是main function new這個circle的對象 這個circle的對象 在new graphic的對象 然後就把它組合起來 然後就可以互相溝通 OK 這是在講 這個main function 做了些什麼 OK 所以這個時候 main function呢 就創建一個circle的對象 然後circle的對象 也會 也去創建了graphic的對象 因此呢 就可以讓 這個main program 不管釣用circle的paint paint paint在釣用graphic的paint 他把這個釣用把它轉給graphic grapic的paint呢 畫完了背景之後 反過來 這叫callback 反過來 釣用circle的draw 然後就把前景畫出來了 因此就全部做完了 好 所以我們就了解了 框架跟app之間的這種分工與合作關係囉 好 由於框架所含的是可以重複使用的部分 因為不同的圖背景都一樣 所以框架畫的是背景 所以畫的是屬於重複使用的 叫做共用的 部分 所以可以搭配各種特殊的應用類別 來畫出各種的圖形 例如呢 這個triangle 現在如果今天有另外一個客戶 說我要畫的是三角形 所以就寫一個新的app的 的這一個類 所以一樣的 它是new graphic 所以也一樣的 callpaint 這邊來畫三角形 所以這邊會做畫圖的其他的動作 包括畫背景 共同性的部分 這個叫特殊性的部分 OK 所以 這個框架的部分 就可以賣給很多用戶囉 讓他們來寫app囉 到今天 android的框架 這是 android的 谷歌提供的是 android android 這一個framework 還有iPhone iPhone也是提供它的框架 然後來支持很多app 把app集合起來 來 就形成一個 叫做app store app store app store 就是今天大家都聽過的 叫做應用商店 應用商店 所以應用商店 就是拿android或者是iPhone 的應用框架 來搭配 這個app裡頭的類 來做這樣的一個合作關係 那就形成了今天業界的一個 非常流行的商業模式 OK 基於上述的這一個框架特性 就能夠繼續擴充框架的內涵 也就是說 在這個框架部分呢 可以寫更多的代碼 更多的類 可以 逐漸的從一個單一的graphy類 可以擴大成更複雜的一個 設計的一個框架囉 所以這裡頭就不是 到底有含幾個類 這裡可以比較複雜囉 可以比較複雜 但是接口沒變 有沒有 這個接口沒變 這邊可以複雜化 這邊接口沒變 所以這邊也沒變 好 那至於這裡頭 它就不是一個 到底哪個類呢 不知道了嘛 那這邊該怎麼辦 所以有框架會提供一個 公用的函數給他用 讓寫這個類的人 讓寫T的人 可以透過一個公用的函數 可以來new出這邊的對象 這邊對象到底是什麼 他就不知道 但是他可以透過這個對象 取得這個接口 他可以get 這叫創建這邊的一個對象 取得這個對象的接口 這iGreframe 所以這個SUPER 其實是接口的意思 是接口 他透過這個接口 來調用他的paint 他再透過接口 調用他的做 一樣的道理 所以 這就是 可以看得出來 這邊 逐漸的扣大 扣大 扣大 對不對 然後接口都沒改變 這邊AP都不變 有沒有 AP可以有多樣化 Triangle的有三角形 這一個正方形 這一個多邊形 等等的 都可以透過這個來畫出來 OK 畫出他的背景 各式各樣的 OK 好 在使用這個框架的時候 這個Triangle的應用 設計腦筋裡頭 並不需要知道 有這Greframe的類 並不知道這Greframe的類 他只要透過 這樣的一個共用的函數 就是共用的函數 或者Static 或者全局的函數 就可以取得這裡頭的對象 跟他的接口 這種通稱為叫Blackbox Blackbox就是不知而易能用 你並不知道裡頭的 結構是什麼 你就可以用他的接口 對不對 用他的接口 OK 所以有一天 你把這個Greframe 這個類別的名稱 改成其他的名稱 這個時候 那應用類不受影響 應用類不受影響 因此呢 這個應用框架 就可以 有自由的一個成長的一個空間 它不受制於這一個應用類 也就是說你的框架 隨時都可以不斷的改變 不斷的成長 不斷的新存代謝 就不受到應用的影響 那 以這個黑箱的框架相對應的 叫做Whitebox 就是白箱 那白箱是應用繼承的關係 剛剛你可看到的 它完全是靠的是一個接口 透過接口來做銜接 OK 那之間沒有繼承 那這個我們再來看看 如果用繼承的做法呢 就是白箱是透過繼承的關係 來建立的 就是藉由類別的 這一個繼承機制 來實現這樣的一個溝通的界面的 OK 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白箱它是繼承 所以繼承呢 是屬於 在source code 原代碼層 來做銜接的 source code 所以呢 我們寫 譬如說這個圖來看 我們寫這樣的一個circle 好 好 現在把它倒過來了 剛剛這個框架在底下 現在呢 我們把框架移到上面去了 這個是 Famework 這個是 APP 這是APP OK 把它移過來了 所以這個時候把它繼承 好 這時候用繼承的方式 那繼承的方式呢 我們寫框架的人 要把這個類的原代碼 要跟他做匯合 匯合 所以框架寫在先 所以這個類的代碼 要給他 他才能夠在compile的時候 在便利的時候 能夠把它組合起來 所以這個裡頭的特別的地方就是 白箱 是需要 對原代碼 source code 做對接 所以是在便利的時候 做對接的 便利的時候做對接的 好 那既然 這個 框架寫在先 寫完了之後 要把原代碼 給寫AP的人 才能夠接起來 所以AP的人 就可以看到這裡的 類的結構 好 看到這邊類的結構 OK 所以這才叫做白箱 好 白箱 OK 因為他要把這個代碼 尤其這個類的名字 要寫在這裡頭 要寄成它嘛 OK 大家寫過 這個Java的 class的寄成都知道 你要寄成它 對不對 你要先知道它的類名嘛 對不對 那知道類名 就表示它就不是黑箱了 因為你是知道才能夠用 所以黑箱就是不知而易能用 白箱就是知道了才能夠用 好 那知道才能夠用 表示它有改變 對不對 它就必須有改變 只要框架的這個類有改變 它就必須改變 那這個問題出在哪裡呢 框架改變它就變 看起來是蠻合理的 但是這裡頭要考慮到一個重點 這個變動的成本 這是很多很多這個軟件人員沒有考慮到的點 就是變動的成本 也就是說 當它變動的這個框架裡頭的某個部分 花的成本是 100塊錢 對不對 花了100塊錢 我們改了這個 譬如說我把這個桌的名字改了 我把它改成小寫的D 這一邊就要改成叫P.D桌 所以改了這邊的函數的名稱 這邊就要改 改這邊要花 那 假設要花的是 10塊錢 所以總共的變動成本是 110塊錢 ok 110塊錢 好 那麼這一邊因為紫類會很多嘛 這邊紫類畫的是圓 還有畫的是三角形 也是繼承它嘛 還有更多的畫的是 這一個 椅圓 也要繼承它 所以當它改變的時候 花100塊 改它花10塊 對不對 那麼改它也是花10塊 改它也是花10塊 因此總數呢 就變成130塊錢 好 當這個AP越來越多 越來AP的越來越多的時候 這個框架的變動成本就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到最後呢 這邊的變動的成本 非常非常的高了 對不對 它就老闆就不想變 所以它就變不動 所以它就會死亡 OK 所以呢 這個我們在談的就是 這個框架 它本身要成長 所以黑箱的機制 有助於框架本身的成長 白箱的機制呢 對於框架 會產生這個限制 產生這個限制 OK 好 那這個 白箱是在 編譯的時候 叫Compile Time的時候做組合 那黑箱在什麼時候呢 黑箱的組合是在Rong Time 是在Rong Time做組合的 是在執行的時候 它才把結合起來 結合起來 那這個 所以它不用給Source Code 這一邊不用給Source Code 不用給它 因為它不是在它 它是各自Compile的 那這個白箱 是兩邊 要一起Compile Source Code要一起Compile 要一起編譯 所以 它要給Source Code 插在這裡 所以叫白箱 所以我們來討論一下 所以說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白箱的優點 背後也是一個不便的缺點 好 那我剛剛講 白箱有什麼優點呢 好 白箱有的優點 就是大家其實都蠻熟悉的 因為這邊 比如說這邊有一些代碼 它透過計程的時候 它可以省事 它可以不用寫這邊的代碼 OK 所以計程呢 它可以 複用 G類的代碼 所以白箱的好處就是 對於 App的開發者 負擔會比較小 可以減輕它的負擔 因為可以在G類 寫一些程式在裡頭 寫一些代碼 OK 所以 白箱的好處 就是 可以 讓App少寫一些代碼 那黑箱的好處呢 就是 這一個 可以獨立成長 可以彈性比較大 白箱彈性比較小 對不對 所以呢 白箱最主要的缺點就是 兩個類之間相依性太高 就是剛剛講的 所謂相依性的意思就是 就是 A 變了 會不會影響到B 變 這是A的Change A的Change 會影響到B Change 這表示 它兩者的相依性 非常高 相依性高 那如果AChange 不影響BChange 那相依性就不高 OK 所以這叫做Coupling Coupling 的意思就是 兩邊是緊緊的捆綁在一起 就是一個變 另外一個也要變 就是這個意思 OK 所以 TopCoupling 就是這邊所說的 使用的這種 繼承的方式 讓Superclass 跟Subclass 呢 產生巨大的 這個相依性 所以 讓這個 框架的變動成本 會增高 因為子類 繼承的 負類 所以繼承呢 有一個好處 它可以少寫一些代碼 因為可以從負類繼承下來 但是兩者卻有相關的 緊密的相連性 因此呢 這一個 寫子類的人 可能必須對負類 多一點了解才行 那使用黑箱 因為不資而易能用嘛 你就不用太了解啦 所以成本會下降 但是 當你使 更改負類的時候 可能會影響到其他的子類 所以這種白箱呢 就是 會影響 意思就是說 這個負類 如果跟隨著子類而改變 那會影響到其他的子類 這樣子 所以一般來講 如果 要給這一個 開放給所有的 這一個 app來使用 那麼 第一個 會 考慮的是 採用的黑箱 但是 現在 大家 所流行的 並不是這樣 二分法 叫做灰箱 就是灰色的灰 也就是說 像Android跟iPhone 這兩個 典型的應用架構 它裡頭呢 包含了很多 黑箱的機制 也包含了 白箱的機制 意思就是說 它融合的黑箱跟白箱 來讓它取得 兩種的結場補短的這種特性 OK 所以黑箱就沒有這個缺點了 但是黑箱必須自行定義接口 所以這個接口呢 裡頭沒有代碼 所以增加了這個應用類開發的工作量 也就是不能繼承就對了 就是 因為它只透過接口 所以它不能繼承框架裡頭的 這一個代碼 所以工作量會增高 但是 彈性會變大 OK 所以 現在大家都採用的是灰箱 就是Android 就是典型的 採用Guybox的設計 那我們在這一本書裡頭呢 就是 會來跟你介紹 怎麼去做一個混合呢 融合黑箱跟白箱設計的優點 結場補短 然後來發展出 這一個 又好用 又省力 又有彈性的這樣的一個 框架 能夠讓黑箱白箱相關的Pattern 能夠配合得天意如縫 那這就是 本書的焦點咯 我們是希望 能夠教你呢 善用 這一個 設計模式 來 建構 這一個 好用的應用框架 應用框架 本身就是一個可執行的 一個代碼層級的 這個 架構設計 那這樣子 兼顧了 代碼 又兼顧了架構 又兼顧了設計 又兼顧了通用性 也結合了 獨特性 因此呢 就可以創造出 各種系統的 氣象萬千 的這一個 氣勢磅礡的 系統架構 好 謝謝 我們就先休息一下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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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